很多人都知道葛优 不过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已经是英雄时目 他拍电影做喜剧开始出名 已经40多岁了 斩路头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私人定着和葛优 他一时成了网络名词 他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了 对作家葛优也有着自己的喜好 男人对车热爱 就像女性对名牌的追求一样 有着狂热和冲动 葛优大爷也不例外 有片仇的葛大爷 当然去4S店挑车 不同于一般上了年级的人 葛大爷心中有自己的坚持 一路看了宝石姐 到底卖巴克登商务车之后 都没有见到满意的 最后锁定了宾利欧鲁 宾利最大的特色就是安静 降噪音的技术 在印界可是出了名的好 所以宾利都是商务车行事 舒适安稳宁静 不过这台宾利欧鲁 却非常拉风 而且很抢眼 一眼看去是非常有运动感的跑车 大气完成了葛优 选择这样的车 鼓励里还是流淌着激情 这款车的性能上 绝对能吓你一跳 6.0TJWO2在超跑界算是佼佼着了 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3.7秒 而葛优的激情绝不是体现在宾利欧鲁身上 后面又陆续买了好几辆车 其中越野车也是他的最爱 经常出现在观众面前 就是ZIP木马人Rubico 和陆虎卫士110 可以看见葛大爷是非常追求汽车性能的 还有本身对越野的情怀 帧小薰清蒜 hast来说 你追求汽车 mile Hakk 帧小薰清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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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